泰牙与红杜展开对决 出于彼此间的关系 红杜还是不忍心动手 而泰牙看到如此场景 示意红杜要打起精神 下次一定要奋出胜负 随后红杜来到咖啡厅 介于上次出现的看日西 已经有两次盯上导顾 众人便打算对其跟踪 这时导顾正开始锻炼 不料在附近的场地中 有几位孩子踢出的足球 突然向着导顾砸去 正在众人惊讶之际 导顾突然爆发出兽性 并变身看日西的姿态 开始向人类展开袭击 好在冥顾及时变身 随即以一波猛烈的火力 衔接一套丝滑的连斩 打得看日西慌忙逃窜 然而在看日西消失的地方 出现的竟是导顾的身影 而看到这一幕的红杜 很快怀疑到泰牙身上 泰牙表示根据红杜所想 确实拯救导顾的生命 只不过融入牙血鬼的力量 让导顾明白自身的苦楚 随后出于自身的身份 导顾主动向冥顾示意 一定要坚持战士的使命 可冥顾还是难以下手 此时有所醒悟的导顾 逐渐明白红杜的处境 并且导顾很佩服红杜 因为红杜能控制力量 但导顾却是无法约束 与此同时奇怪的伸殃 竟然主动向泰牙请求 想要尽快地完成仪式 致使泰牙异常地高兴 殊不知泰牙想要的一切 都是伸殃布置的阴谋 主教突然倒在正前方 可泰牙依旧坦不伸殃 直言伸殃什么都没有做 同一时间狂暴的导顾 开始跑向游里的墓碑 红杜见状前来阻止 但导顾依旧没有人性 这时导顾恢复理智 却刚好碰上赶来的泰牙 于是导顾想要做个了段 随后导顾变身看日息 随即与泰牙展开对决 然而还未激战几回合 泰牙很快挥动其武器 直接把导顾当场打爆 而红杜看到如此场景 伴随着心中怒意的激增 红杜直接变身越奇魔皇形态 此时伸殃赶到现场 不料伴随着双方的对决 由于刚才伸殃的一击 再加上红杜被愤怒支配 泰牙完全是被动挨打 接着红杜直接发动大招 谁料顾及泰牙的恩情 伸殃跑到泰牙的前方 等到红杜找到伸殃 伸殃在生命最后的时间 拿出提前准备的戒指 并在自己的脑海中 幻想自己和红杜的婚礼 随后说出开心的话后 彻底和红杜阴阳两额 另一边在1986年 残鹅牙血鬼已极快的速度 打得尤里毫无招架之力 并且残鹅能够巨大化 直接给尤里降为打击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虽然真叶无法变回本体 但真叶从手中释放能量 轻松把残鹅打回老家 此时红爹正拼命挣扎 同时他产生大胆的想法 接着红爹向王表示 是否知道自己的情声 为何能导致真叶的叛变 致使王很快产生兴趣 同时红爹弹奏的旋律 未赶来的真叶指引方向 但王觉得这很是无趣 便产生抹出红爹的想法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真叶和尤里及时赶到 然而王因此更加的愤怒 真叶随即便身为牙血鬼 展开王与王之间的对决 而尤里趁机带红爹逃离 然而真叶完全不是对手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真叶即使是变回人形 也依旧表示很深爱红爹 王健壮直接降下惩罚 抽走真叶女王的力量 并表示真叶什么也不是 这是比死亡更重的刑罚